留学生在英国最容易被抓是哪几种情况 换句话说最容易犯罪是哪几种情况 第一大类酒后驾驶 在过去20年当中我看过很多那些年轻的孩子们 18、9岁、20岁来英国没人管 有钱买豪车去卡拉OK喝完酒酒后驾驶 所以说酒后驾驶是我看到的最多的 而且是最危险的一种有可能的犯罪行为 第二种大街上打女朋友或者说在家里打女朋友 这也是一个恶习 很多这些中国的年轻的男孩子们没有学到好的 反而是学到一些不良的一些恶习 无论你是不是本身的大男子主义 或者说一种外部的情绪的影响 没有控制好情绪 不管是在家里或者说在公共场合 和女士发生这种肢体上的接触或者说言语上的谩骂 在英国十次你有九次会被抓 因为英国人天生是好管闲事 它不像在其他地方你在大街上打女朋友打女人没有人管 在英国这个地方你要在外边或者说在家里打女人 这是基本上是被全社会所唾弃的 所以说第二个容易被抓的原因是和女性发生这种冲突 第三个原因买保险假保险 我记得应该是在十年前吧 可能不到十年五年前吧 在中国的留学生圈子里面流行 找专门的中介去买一个保险 因为正常情况下这些留学生开的车都是豪车 蓝宝基尼 帕萨拉蒂 小牛 大牛 这种车对于年纪小的年轻人来讲 保费是非常高的 动辄是一万英镑一年或两万英镑一年 所以说很多人动了歪心思去买一个 名义上是可靠的一个保险 但实际上后边都是被骗 但其实从我的个人观点来讲 这不能叫被骗 因为你心里非常清楚 你正常的应该花多少钱 你现在才花五百英镑 或者说花一千英镑 就买到一个两万英镑能做的事情 你是心里涂了这个小便宜 所以说被抓 这是第三种情况 第四种情况 换汇 换汇本身其实大部分人都会 多多少少会用一些黄牛或鱼 用一些中介去换汇 但是问题是不要太贪 我们见过那种案例 就是为了便宜一个点 的这种汇差 跟黄牛约好面交 比如说在地铁口 比如说在停车场 但是你要清楚的是 一旦是被抓 这种洗钱的罪名 是很难打的 这个属于人章俱火 第五个被抓的 可能大家都不注意 就是在微信群里边 经常有那种广告 说Uber半价 交学费半价 交住宿费半价 很多人贪 贪这个小便宜 贪这个五折 叫车的时候 这边找个中介 用他的卡给你叫车 然后你人民币支付给他 只要给半价 这后边的逻辑是什么 后边的逻辑是这个信用卡 是偷的 是被盗的一个信用卡 你要知道 Uber是由你家地址的 是由你去哪儿 从哪儿来 都是有完整记录的 一旦被抓 你很有可能被认定 是犯罪集团的 至少是参与者 这也是一个 我们看到的 比较容易常见的 被抓的原因 第六个 家里有大量现金 做代购 做代购 其实本身 我们前几期分享过 做代购本身在英国 你只要税务规划 它并不违法 但是 如果你家里有大量的现金 你通过黄牛去换汇 这种情况下 它是坚决的违法 以上六点呢 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留学生在英国 容易被抓的六种情况 欢迎关注我们的油管频道 英文大叔 带给你英国二十年的生活 法律各个方面的知识分享 英文大叔 你值得拥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欣赏